Hello 大家 中午好啊 我是TONY CHOI 今天是22号6月22号2020年 前前几天有一个佛牌友 他有问我说好像我们做这个法律刺青哦 是不是说如果是A师傅帮我们做的 是必须找回A的师傅 不可以找B师傅去帮我们加持 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so 我有跟他讲啦 你要看第一次你要看是什么经文哦 那比如说啦 好像我们这种的这个叫钻石经文哦 这种叫钻石经文 这种类是不论是谁帮你吃的 就是哪一个师傅都可以加持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好像不知道你看到吗 嗯 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白色的刺青 它是有啊 它是白色 可能光线你们看不到 如果是这种呢 这种是我们拜师的时候 师傅给我们特别的经文 这个是很特别的 所以这种Yankru 就是Yankru 就是每一个师傅 他们自己独门的不同的经文 这种呢 就要回那个师傅帮我们念经才可以了 明白吗 所以你要分辨呢 不是说全部的经文都是需要 就是A师傅做的一定要A帮我们去加持 好 然后第二个克星的问题就是 其实好像我们做这个法律事情啦 是需要加持的嘛 我们这里讲不是 不是说啊 可不可以 不是讲说啊 就是应不应该 我们讲的是需不需要 明白吗 我们今天我们做了达都啊 我们打了这个痴青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加持的 这个是一个必须吗 或者是不需要呢 好 对于这个说法 我有问过师傅啊 师傅是说呢 我们如果我们做了达都 我们有跟着那个达都师傅的避迹 我 我别人我不讲啦 我们师傅的避迹就是第五届 守一届 我就守了一个不偷刀咯 一个不杀身咯 我就守两个 都可以 你守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种 就是说 十五不要喝酒 他们是初一十五吗 这是十五 初十五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的意思是不要喝那种烈酒 啤酒 是ok 我就说烈酒啊 那种45% 30%那种烈酒 啤酒 不可以 然后第三就是不要吃那种大的动物 野味 啊 尤其是蛇啊 snake啊 啊 更加不可以啊 因为蛇是佛来的啊 不可以啊 佛祖他们修炼的时候 那个蛇从后面呢 开他的 那个帮佛祖遮大鱼的 所以蛇是是不可以吃啊 然后当然那些野味啊 大型的动物啊 马啦 老虎啦 鳄鱼啊 全部哪不可以吃 然后第四就是说 不要在人家塞衣服的地方走过去 明白吗 不要 然后第五就是不可以骂父母 不可以大小声骂你的父母亲啊 然后第六就是说 不可以碰毒品 什么药原啊 什么种啊 这样no cannot啊 不可以 然后第七就是说 啊 不可以吃羊桃咯 其实不吃羊桃也没问题了 我都很多年没有吃过羊桃啊 也没有问题了 也不会影响健康了 所以没有吃羊桃完全没有问题 好 然后过后就是说 多行善 多布施 自然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达毒就会越来越好 还有师傅有教了 如果我们有做达毒的人呢 我们有行房啊 听好啊 我们就是做一个东西不了 就是行房之前 教大家一个小提示 就是 顾巴阿战啊 回避一下 要做东西 明白了没有 就是这样简单 顾巴阿战就是老师 你不懂顾巴阿战 你就叫老师 回避一下啊 我要做东西一下 这是一个respect 了 明白吗 啊 不是说他们跑了 什么了 没有了 他们在你身上 他们是跑不掉了的 ok so 他是一个respect 然后你讲一声 讲不了 然后你做完了东西 你有空了 你就啊 老师 顾巴阿战 我做东西好了 你们可以回来了 fine 就是这么简单不了 好 如果你有跟着 刚才以上所说的种种了 你去做的话 我跟你讲 根本你的达毒了 是不需要再加持了的 加持方面呢 只是说 有师傅来 看到难得有师傅来 就是 我们去啊 挡步一点啊 就是啊 就是捐一点钱 共挣啊 然后坐在他面前 和双手 和时 关眼睛 给他念经一下 洒身水一下 就是这样不了的 明白吗 所以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做到以上的种种种种种你有坚守 %%$% 以上 以上 种种种 基本上是不需要 是 不需要再加持了 明白吗 我是讲 不需要啦 因为 不需要了 ok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做了 法律次情啦 我们可以 再打另一个 나오�公司法律次情上去嘛 呢 这个是很不好 老实讲的 如果是那个法律刺青 那个做达度的师傅了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是不会 把他们的刺青 打在你原本的刺青上面 他们只可以在你原有的刺青 可能旁边 可能旁边有一点 好像这个看到吗 看到吗 那白色的看到吗 我人比较低调一点 所以我我放白色了 那好像这个白色的刺青看到吗 他不可以打在上面 他只可以在旁边有空的地方 他在旁边加经文 这样就OK 但是如果说你把那个 另外一个法律刺青打上去了 关进去这是不好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师傅了 他们是不会帮你弄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打油温也好 这里有油温呢 你看不到的油温也好 你要打一个有颜色的上去 也是不可以的 除非这个油温是A师傅打的 然后A师傅打回有颜色的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A师傅打油温的B师傅要打上去有颜色的 不可以这是不好 至于说如果你放了这个是经文法律刺青的 但是今天你要放艺术就是放那种art的body art的那种上去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这个老实讲了 他没有说好或者是不好了 老实讲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是讲不好咯 他是没有一个真实的答案的 你明白吗 有些人说我放了这个 我后悔哦 我要放一朵花关掉我 怕人家弄到我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今天你打进去了过后 就算我说就算你放什么东西关去 这个东西永永远远都在了 他不能跑了的 明白吗 只是说可能说他这个东西 他的battery本来是这样的 他变到这样 就是这样不了的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对这个法律刺青的看法 所以这个video关于法律刺青的 就做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微信 喜欢我的video 请按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然后欢迎加我微信 yes520 yes520 我们可以交流 谢谢大家 拜拜